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上堂课 看到了 在过去的这2500多年 跟化学相关的一些理论 它如何慢慢地成型 这中间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就是大概从16世纪开始 实验的科学开始受到重视 我之所以要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 看理论的眼镜 一方面也是要让各位来看到 说在科学里面 实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观察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的一些想法 基本上是来自于人类 或者说科学家对于一些 所观察到的一个现象的好奇心 然后激发了它的一些想法 创造了一些理论 但是在早期希腊时期的时候 那只是指于理论而已 这些理论没有进一步地 受到一些实验的证实 而这一直要到了大概 16世纪开始以后 大家开始比较严格地 来检验这些理论 如果去检验 去设计一些有想法的实验 去企图证实 或者是去否定一些理论 然后进一步地再回过头来 有一些新的观察等等地 回来重新地修饰它的理论 所以这一个过程 我觉得是在我们未来 这一年里面的一个学习 非常重要的一个 在背后的一种支撑 也希望各位在这一年之后 对于科学到底是什么 才能够有一个比较扎实的一种感觉 好 也因此透过这些 科学家尤其是在17世纪 18世纪以及19世纪的 这开头的这一段时间 有非常非常多的精密设计的实验 不断地在那个地方进行 也因此综合起来 逐渐地让我们能够找到一些 所谓的定律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是一个归纳出来的一些结果 以及创造出来了一些理论的想法 一些有实验支撑的一些理论想法 那就让我们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里面 来重新复习这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些所谓的 一些最重要的一些基础的化学的定律 以及它相关的理论 定律我在前面提到过 如果它只是一些对于现象观察之后综合出来的结果 它不见得能够告诉你说 为什么它会存在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由拉瓦杰的一系列实验里面 得到证实的我们称它叫做 The law of conservation of mass 也就是一个质量 或者说物质不灭的一个定律 只不过这个物质不灭的定律 是针对chemical reactions 对于化学的反应而言 它有太多的实验证实了你的一个密闭的体系里面 在这一个体系里面所进行的各种的化学的反应 不论它如何的变化 它的开头跟它的结尾 只要你不去把它打开来 一直在这个密闭的体系里面 那它里面的这些质量是不会变化的 那代表的一种意义 在背后的这个意涵 就是那这些变化一定是来自于 这里面的本质上面的一些改变 那在这个阶段 当然还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清晰的轮廓 说你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个很好的方式 来解释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law of conservation of mass 这当然是基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在实验上面以及概念上面的想法 也就是quantitative analysis 定量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比如说在1789年 拉瓦杰就发表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称你大家可以猜出来 虽然这可能是用法文写的 它就是基本上它的翻译应该对应到就是 化学的元素论 那在这一本书里面 拉瓦杰它开始非常明确的定义了 什么叫做元素element 那它的词汇是这样描述 一个物质如果到目前为止 这就是1789年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被decompose decompose当然是一个分解的意思 或者是破坏的意思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物质如果没有办法 比如说像上堂课我们所提到的 它所做的这个水的实验 也就是像水这样子的一个物质 它是可以由两个不同的物质 结合而得到 而它也利用了实验的方法 能够去把水再进一步的再把它分解 成为两个不同的物质的话 那这样子的东西 这样子的物质 它就不会是一个element 所以element是必须是没有办法 再把它有任何的化学的方法 再把它分解成为不同的物质的话 那它就可以是一个元素 这是大概到了这十九世 这个十八世纪的这个末期的时候 那才开始我们对于元素 它有一个真正好的一个明确的定义 而不是就随你讲 这个水火土气 这就是元素 那你的界定是什么 当然在现在来看的话 你不会用这个have not yet been 现在大家就很确认 就是我们就说 这就不会被 不能够再被分解 这些就是组成万物的元素 另外还有一个著名的法国科学学家 它叫做Proust 那Proust它指出 许多的一些天然的矿物 比如说孔雀石 孔雀石基本上是碳酸酮 那在天然界里面取得的孔雀石 或者说碳酸酮 与实验室里面用人工的方式 人工的化学的方式所制备出来的硫酸酮 它基本的那一个组成是一模一样的 那所以代表了说一个物质 它是会有一个固定的组成的一个方式 就是由不同的元素 以固定的量来组成 那现在我们称它为一个组成定律 叫做law of constant composition 那这当然是一个定律 这是一个观察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为什么会如此再一度的 就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质量扑灭的 这一个定律是一样的 这些定律为什么会存在 我们是不是可以靠这一些定律的存在 来产生一个理论呢 但是不论如何 这样任何的一个理论 当它一开始被提出来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些人不能够接受的 当然之所以不能够被接受 当然是由于一些实验 并没有办法完全的表现出来 这样的一个固定的组成的定律 因为我们如果从现在的一个角度来看 有些时候比如说铜 铜有一架的铜的氧化物 也有二架的铜的氧化物 可能你拿到一个铜的氧化物的时候 它里面其实是两种不同的铜的氧化物的一个组成分 也因此你如果去分析它的话 你将会发现 那这要决定于说 它的这个组成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 我想各位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就是没有办法看到说 什么定组成定律 所以有些人就根据了一些 在当时的一些实验的结果 它是没有办法被 就是这个理论 没有办法被完全的接受 不过大概到了1808年的时候 大部分的这些科学家 基本上都已经可以接受这样的想法 因为有太多太多的实验 那证实的的确是如此 另外在这十九世纪的这个初期的时候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家 大家各位不可能不知道的就是道尔顿 因为道尔顿他提出了原子的学说 那我们等下会比较仔细的一点 来看它的原子学说 但是我们要从这个过程里面 来看看他这个想法的一个发展 那道尔顿他其实也提出来了 相同的一个定律 有的时候我们会唱它叫做 law of definite proportion 那你来看这个law of constant composition 不是基本上一样的意义吗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把它翻译成为 一个定比定律 那这一个看起来就好像也是定组成定律 那它到底跟prost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 我必须要特别地指出来 那道尔顿所提出来的这个定比的定律 或者是一个definite proportion的一个想法 是从一个理论的角度来出发的 它不是一个去做实验 从实验的观察里面所得到的 而是从这些观察里面 它企图去架构一个理论来解释 为什么会有一个固定的组成 而它的理论的基础就是原子的想法 它认为这个物质是由原子所组成的 也就是它的这一个definite proportion 是从一个原子的角度来解释 就是prost的定组成的定律 它认为如果这个物质是由原子所组成的话 那任何的一个化合物都是由这些不同的原子组合而起来的话 比如说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A的原子跟一个B的原子 我们要来组合起来的话 你如果去想的话 你说最有可能的一个最简单的组合是什么 一颗A跟一颗B结合在一起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从一个原子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这个组成就会是一个永远是固定的 你可以是有两个AB 你可以有三个AB 四个AB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论你的size 你有多少量在那个地方 它的这个组成的 这个A跟B的这个比例 永远是固定的 当然 A跟B它不见得一定要是一个A跟一个B来组合 对不对 它也可以是一个A跟两个B 它也可以是两个A跟一个B 对不对 而更进一步你可以去推论 好 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 那比如说我们从碳的氧化物来做粒子来看 而不是用A跟B 它进一步的推论 从这个原子的理论里面来推论 如果我们固定碳的量 我们来看 与它结合的这个氧 那最简单的一种结合就是一颗碳跟一颗氧 但是他认为 那也有可能 当然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一颗碳对着两颗的氧 所以他进一步去推论 所以他进一步去推论 如果碳跟氧可以有不同方式的结合 产生出来不同的物质的话 固定碳的量来看 那你去看这个氧的这个量 从一个质量的一个角度 那质量当然跟它的这个原子的颗数是相关的 绝对相关 对不对 一颗跟两颗 这个质量就是两倍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来看 在大的量上面 针对于每一颗的碳 那有一个化合物呢 它是1克的碳跟1.33克的氧结合 而另外一个碳跟氧的一个化合物呢 是以1克的碳为一个基准的话 那它会跟2.66克的氧来结合 你可以看到说固定了碳 你看氧的这个比例 它就会是一个1比2的比例 虽然我是以碳为一个基准 那当然你如果固定氧来看那个碳的话 那个地方也会是一个固定的比例 一个整数的比例 而不是一个紊乱的 比如说1.1 1.2 1.7 1.8 等等的一个 一种比较连续性的一种存在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那是不是真的这样 如果从一个理论的角度上来看 这当然必须要有实验的证实 也的确它先提出了理论 而进一步的实验 证实了这一个现象 也因此呢 这一个定律 被称为叫做 Law of Multiple Proportions 被比定律 要特别注意 这个被比定律 是从一个理论的角度推演出来 然后在实验里面去证实它的存在 所以今天一个Law的出现 它也可以是这样子的一个走向 另外有一个瑞典的科学家 在斯德哥尔摩大学 我有一个同学在 我一个大学的同学 周文毕老师 他在原分所 原分所在画学院旁边 他有一次跑去斯德哥尔摩开会 他造了一张 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家 Brazilius 这就是Brazilius 在这个校园里面的一个铜像 好 Brazilius是一个 具有非常高超实验技术的一个化学家 他花了大概有十年的功夫 去分析了两千个左右的无机化合物 它的组成 而广泛地证实了 从实验证实了 这个被比定律的存在 所以有实验的一个支撑 那我们就可以去导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定律的存在 而我们的道尔顿却可以 从一个理论的角度 基本上等于预测了 这个定律的存在的话 那是不是就可以强化了 我们对于这个定律的一个信赖呢 这就是一个科学的过程 它这些理论的发展的一个过程 它是真正最重要的部分 好 那即便如此 仍然我们会有一些问题的存在 也就是说 OK 好 我们可以接受被比定律 我们可以接受这个 definite proportion 的这个概念 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去决定 它的绝对结构 比如说 好 如果你说碳跟氧结构 它就一定是1比1的话 你可以的确在这些组成上面 质量不论你是什么样的size 你可以看到它一定是这个 质量上面一定是一个固定的比例 是没错 但是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在没有办法知道 这些原子的非常重要的原子量的时候 你其实只能够知道它们的比例 那对于道尔顿而言 他认为这个事件应该是简单的 所以他采取一个最简单的比例的想法 也就是说 你有一个1比1.33 1比2.66的话 那可能这一个化合物1 就是一个碳跟一个氧 那另外这个化合物2的话 就是一个碳跟两个氧 但是你可以这样子想 但是你没有办法否定 它不会 这个化合物1 它不会是一个 两个碳跟两个氧的结合 因为它在比例上面 它仍然会跟 一个碳跟一个氧的结合是一样的 同样的道理 你的这个CO2 它也不是不可以 是C2O4 所以呢 你虽然有这样子一个定律存在 但是回到基础上面来看的话 你仍然没有办法去知道说 它的绝对 绝对的分子是到底会是什么 那这就造成了一些科学家 对于原子学说的一个信赖感 对于某些人而言 他可能他就一定要看到他才能够相信 对不对 你是不是一定要看到上帝 你才会相信他的存在呢 有些人相信呢 有些人他不相信 他一定要看到上帝 他才愿意相信 同样的 道理是在科学上面也是如此的 好 所以这里面的关键是什么 关键就是在于说 你有没有办法知道那一颗小小的这个原子 分解分解分解分到最后的那一颗 那可以想象它有多么的小 那你这样的东西 今天有可能放到一天平常去量吗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有些人是很悲观的 就是我们人怎么可能去看到说一颗 或者说去探测到一颗碳 或者是一颗氧 它到底质量会是多少 也就影响了一些人认为 你说那你提出来这种原子理论呢 基本上还是一个非常虚幻的一种理论而已 好 但是不论如何 让我们回过头来仔细的看一下 那道尔顿的原子学说 但是 听过我的故事 上堂课的故事 你也知道说 那原子学说 并不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人 你或许应该说 道尔顿复兴了原子的理论 OK 那实际上它是在1803年 也就是进入这19世纪的一开头 他提出了这一个集团重要的原子的理论 但是那个时候 他是1803年的时候 先在皇家学会里面先做一个报告 然后在04年写了一篇 比较简单一点的论文 但是在1808年的时候 才把它非常完整的写出了它的完整的论述 所以这个 你说到底 你去看不同的书 有时候它说 到底是什么时候 它提出这个原子理论 可能你看到这个数字不一样 我原先给各位写的比较死一点 我觉得我来之前 我觉得我会许应该把它写的比较忠实一点 好 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道尔顿的原子的理论 他认为 这些元素是由原子所组成的 那基本上沿用 Democritus 希腊时期的这个哲学家 所提出来的这样子的想法 然后不同的元素呢 就会具有不同的原子 而化合物compound 化合物就是不同的原子 以一个固定的比例来结合 形成化合物 而非常重要的 从一个原子理论的角度来看 一个化学的反应 基本上就是相同树木的这些原子呢 重新的去组织它的见解 也因此这一个理论 它不但可以解释这些定比定律 这些背比定律 而进一步的也可以去解释 拉瓦杰在实验上面所看到的 这些质量不灭 化学反应的质量不灭的这一个定律 因为呢 你只是相同的这些 组成化合物 这些起始物的化合物的这些原子呢 重新做一些间接的断裂 断裂跟间接的生成 同样树木的这些原子的 那个量还是不会改变的 也因此它可以透过理论去解释 那一个定律 OK 当然我们刚刚说过 你要提出这样的一个理论 人家一定要问的问题 那你一颗到底有多重 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当然是非常难解决 不过在它以及当时接受它的原子学说的人的想法里面 就是说好 即便我没有办法知道一颗到底有多重 但是我可以去定立一些相对的原子量 其实它在18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面 就有列出来一个原子量的表 因为你必须要面面俱到嘛 所以它尽量还是提出了一些想法 那我们就拿水做一个例子 水 你去分析它的组成的话 以一颗的氢为基准的话 相对的会跟八颗的氧来结合 不过我必须要特别的强调 这个地方我是用现今的数值 来做例子 说明 其实你如果去看它1805年的那个原子量表的话 这个氧的相对原子量 它是5.5 是5.5 那这当然牵涉到这个实验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去测定氢跟氧的含量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理解 那在那个时期里面 对于这些气体的这些研究 不是一件容易 而且精准的事情 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 它所造成的一些困难 所以 早期的时候那个量不是这样子 但是我用现在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不知道它是一克的氢跟八克的氧 氧 在当时是被当成为是一种标准来比对的 为什么 因为氧可以跟许多许多的元素形成氧化物 尤其是众多的这些金属 所以从一个实验的角度来看 你只要能够取得一个氧化物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设计一些实验的方法 这些实验的方法我们不特别的去强调 那它们的这个 比如说是一个金属氧化 我拿这个金属的 这个化合物里面的金属 跟氧的这个质量的比例是多少 这是可以有一些方法来决定的 那我们也在上回提到氢跟氧 它是可以结合成为水 对于这一个原子量而言 如果今天你的这个地方的比例 是一克对八克 所以在当时也知道说氢是一个最氢的元素 这也没话说 因此合理的一种假设就是说 通常我们把氢就相对的原子量而言 把它定为1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实验上面 氧其实是被拿来作为一个实验标准 那你当然永远可以把它换算成为 是以氢为1所做出来的一个比例 这时候要稍微说明一下 如果今天我的一颗的氧的原子量 就是一颗氢的原子量的八倍的话 也就是说如果氢相对原子量是1 那氧是8的话 那1克的氢对1克的氧所形成的水的话 那水的这一个分子氏就可以是HO 这是当时道尔顿对于水的 那氧的一个想法 当然如果氧的原子量它其实是氢的16倍的话 那你知道如果氢是1的话 1分之1是1 那如果氧是16的话 那16分之8是2分之1 当然一个原子不可能分成一半 你不可能说这是1颗的氢跟半颗的氧结合 这是原子论不能被接受的 那所以最合理的一个想法 那它的分子氏会是什么 就是两个氢对一个氧 那它就会是一个2比1 也就是说1对1分之1的比例 那你一定必须要是一个整数倍 从一个原子观来看的话 好 在我们没有办法确认知道说 到底你一颗氧的原子量到底是多少的时候怎么办 那我们可以再继续下去 你可能是32 是32倍对不对 是没完没了的事情 那我们刚刚提到过 道尔顿认为说 这个世界应该是简单的 所以它采取一个所谓的principle of simplicity 它认为最合理的水的组成是HO 那在它的那一个原子量表里面 它其实也放入了一些分子 比如说水分子 所以以这个为基准 在当时他们可能 当然有一些实验的证实 水的分子量相对的分子量 相对于氢1的话是多少 如果氧是5.5 不会意外 这个水的分子量在当时是6.5 以这个为一个基础 好 OK 那到了大概1826年 大概20年之后 我们刚刚说过Basilius 他做了那么多的一些化合物的 这些元素的分析呢 他那个时候在1826年提出来的一个 原子量表里面 已经有49个元素的原子量的存在 我们再来看另外在同时的一些其他重要的实验发现 那有一个也是我相信各位非常清楚的 给鲁萨克 这一个意大利科学家 那他研究了很多气体的化学反应 气体的研究在这19世纪的这个初期 以及18世纪下半夜是一个显学 很多人在研究这个气体 我们在上堂课的时候 没有时间去把它更为仔细的来讨论 那给鲁萨克在研究这些化学反应的时候 他观察到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各位知道 就是存在有一个气体反应的一个简单的整数比的存在 比如说这个氢气跟氧气反应得到水 他们已经知道说你要让氢气完全的反应 你需要多少的氧气 那从这个体积上面来看的话 是两体积的氢气跟一体积的氧气来反应 得到两体积的水 一体积的氢气去跟氯气反应 那可以得到两体积的氧气 一体积的氮气跟一体积的氧气反应 可以得到两体积的NO 我们就拿H2跟Cl2中间的这一个反应 来想象 一体积的氢气跟一体积的氧气 加起来当然没有话说两体积 对不对 这个在数学上是OK的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要从一个 原子的理论的角度上面来看 好 今天一体积的氢气跟一体积的氧气反应 得到两体积的氧酸 那这是跟它的size没关的 对不对 我们可以从一升 一升的氢气跟一升的氧气反应 我们可以是一毫升的氢气跟一毫升的氧气 对不对 这个比例是要固定的 这是无关于你是到底是一升还是一毫升 OK 你也可以是一个microliter的H2 一个microliter的Cl2 那我们就从一升开始 我们就说我们切半 对不对 然而会是一比一 再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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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到最后 OK 那你就会剩下一颗的氢 跟一颗的氯 那它们结合 成为一个新的化合物 H跟Cl 那一定就是一个H跟一个氯 结合起来 对不对 那就是一颗的分子 一颗的分子 那为什么它的体积会是两倍 OK 因为很显然的至少 你如果不去看这边是2的话 你这个前面来看的话 好像那个体积就跟它的科数 也是成一个相关的一种比例在变化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结果是相当奇怪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氢气跟氧气结合产生水 然后2加1是3了 这本质上面就已经很奇怪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也是像刚刚一样 我们从两升的氢气跟一升的氧气 来进行反应 切切切切切切切到最后 OK 你切到你最后剩下两颗的氢 跟一颗的氧 对不对 两颗的氢跟一颗的氧 那这样子的话 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OK 难道说 你还要再把这个氧切成一半 OK 变成到了最终是一颗的氢跟二分之一颗的氧 对不对 然后有两个 对不对 因为你氢已经切到剩下两颗 然后你还剩下一颗 OK 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你必须要把氧切半 那在原子主说里面 这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我是两颗氢跟一颗的氧结合 那你就应该在体积上面 如果这是跟体积有关的话 那你应该得到1 是怎么会是2 2比1比2呢 为什么不是2比1比1呢 OK 好 这里面呢 就有一些很难去想通的一些结果 存在 OK 好 格里萨克也是一个实验化学家 他观察到这个定律 这个整数化学气体化学反应的整数比的这一个定律 但是他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不过 有另外一个意大利人亚佛加绝 这也是各位非常熟悉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家 那亚佛加绝提出了一个解释 也是我们现在所接受他指出 在相同的温度跟压力之下 这必须要先讲清楚 因为我们在后面谈气体的时候 会提到 这一个气体的体积会因为温度的变化 体积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所以我们必须要固定在这个条件之下 体积不会更动的时候 相同体积的不同气体 它们会具有相同树木的颗粒数 这就是这个逻辑这种想法 当然就是研制于我们刚刚的那种想法 你把它切半 切半 切半 切半到最后 这个比例仍应该维持的时候 它代表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 好 你的这种体积的固定的比例 一定反映了那 是原来开始的这个体积里面 这两个只要体积相同的话 那颗粒数是要一样的 对不对 这是一种很谨慎的一种逻辑分析 从实验 没有这个实验 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 你又看不到 他并没有看到里面 真正有多少分子 在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说 固定的这一个体积里面 它到底有多少颗的 这些粒子存在 这个是非常不简单 这完全就是一种逻辑的分析 这是非常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重新回过头来看 而不是你老是告诉你就是这样 我们不应该是在大学里面 采取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这不是为了考试 我们要去理解 这些理论的发展是什么 我希望各位在未来是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科学家 那现在 另外你要去解释上面的这些奇怪的比例的存在的时候 他认为 这些氢 氧 绿 氮 在当时熟知的一些气体 应该都是双原子的分子 双原子的分子 但是这一个想法是非常难被接受的 尤其是道尔顿 因为我们说过 道尔顿认为这个世界是很简单的 这个Principle of Simplicity 我的理论 我的元素就是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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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到最后 就是剩下一颗 我怎么切切切切切到最后剩下两颗呢 所以两颗结合在一起 这似乎是跟这个理论是相互冲突 好 也因此他认为水是一颗氢跟一颗氧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来看如果我们接受 如果我们接受双原子分子的话 我们再来看 氢跟氯的反应 你切切切切到最后就剩下两颗结合在一起的氢 一颗 一颗有两个氢结合起来的氢分子 另外一颗有两个氯结合起来的氯分子 然后再把它拆开来变成两颗HCl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它在体积上面的比例也就是说 接受这个部分的一个想法的时候 同体积就有相同的颗粒数 particle 颗粒它可以是 这个颗粒是原子可以是分子 那这个时候它的比例就可以是1比1比2 而再回过头来 而再回过头来 如果这样来看氢气跟氧气的话 那你切切到最后 剩下来两个氢氢氢氢的分子 一颗氧氧的分子 那得到两个H2O 两个那个水的话 那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 水是由两个氢跟一个氧结合起来 那也可以解释这个2比1比2的比例 相当的完美 但是 OK 今天这个大佬 道尔顿不相信 不接受这种结果 而且他进一步 他去批评给李萨克的实验 认为你这个实验实在做得太烂了 因为如果你这个真的是这样的话 真的有这个固定的一个整数比的话 那你的实验应该要显示 显示出来就是一个很整数的比例 对不对 我刚刚也说过 你气体的实验 尤其在那个时代里面 你说要做的 说那个比例就可以真正的 非常非常完美的表现2比1比2 这是我写出来2比1比2 那你真正要回去看那个实验数据 OK 那的确我们必须承认 你如果要去讲究它的有效位数的话 那你可能是可以被批评 所以 他的实验的准确度被批评 那也就使得这种想法 就说至少对于道尔顿而言 不能够被接受 而道尔顿有非常多的 在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那些信徒存在 那就使得这样子的一种 双原子生子存在的想法 没有办法被接受 而 当然 亚弗加决也要负一点责任 因为他喜欢用一些 创造一些很奇怪的名称 然后他没有 就是他显然这个表达能力是 是很晦涩的 大家去看 这个paper 读他这个论文 又是意大利文 看不太懂他到底在说什么 这就影响了他的这个理论 没有办法被接受 OK 他在1811年提出这一个 我们现在知道 他是一个正确的想法 可是几乎要等了50年 很不幸的他在1856年过世 他的理论要到1860年 他死后4年才被接受 他死的时候就是默默无名的 没有人觉得他是哪一根葱 OK 但实际上现在他是 大家知道 你的基础学习 你怎么会没有学到 说亚弗加决的 这一个重要的理论 OK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这一个相对原子量的这个 这个到底是多少 他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 他跟我们的正确的分子 是息息相关的 你要接受的 有双原子分子的存在的话 你才能够正确的推论 水其实是H2O 而这就使得整个相对原子量到底 个别的元素到底是多少 是非常的混乱 这也严重的影响到了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 最主要的一个元素是什么 是碳 那你碳的原子量 你知道在1805年的那个 道尔顿的那个原子量表上 他是多少 是4.3 OK 那跟现在12 这个差很远的 也因此呢 一个很简单的畜酸 在这个时代里面 它就有19种被提出来的分子式存在 一个简单的畜酸的分子式 到底是什么都没有办法搞清楚的话 你如何的让有机化学向前大幅度的发展 所以这个影响非常的巨大 非常巨大 好 也因此 这就在1860的时候 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世纪 一个New Era 主要是由于另外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 Carnicero 他的贡献 他的非常重要的贡献 186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1860年发生了一个会议的举行 那这个会议是主导的 背后的这个银舞者是 克苦乐 你如果不记得的话 他是谁 他就是提出来本这个化虎 Benzing 本这个化虎 那个乌龟殼的那个结构的 有机化学家 现在而言 现在而言 当然是 具有一个巨大的身影 在那个地方 克苦乐 那克苦乐 他觉得 他就有机化学家 他当然觉得 这个原子量必须要能够统一 原子量不能统一 影响到我们化学的发展 也因此他说服了他的一个好朋友 Welton Welton Welton在德国的 Kashruch 这个城市的一个著名学校 就是Kashruch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一个科技大学 我们可以称他为KIT 那他是KIT的这个化学系的主任 所以 比这个克苦乐年长十来岁 这个名气当然比较高一点 所以他说服了这个Welton 去写信给在当时欧洲一些 这些有名气的化学家 在这个Kashruch 1860年的时候 来开一个所谓的 国际的化学会议 第一届的国际化学会议 在这一个化学会议里面 有一个年轻的意大利学者 Karnicero 你可以去算算看 这是1860年 大概30岁 最出头的一个年轻人 那他在会议上面提出来了一个报告 那他去分析了当时的各种实验 这些元素分析的实验的这些结果 那从现在的眼光来看 就是一个大数据分析 你从大数据里面 你其实往往可以看到一些定律的存在 一些脉络 那他不是仅仅做这个报告而已 他很聪明 他知道这个communication的重要性 他还把他的演讲的这个内容 把它写了出来 写成讲稿 要定从册子 分发给在座的这些听讲者 那让这些 因为这大数据的分析 你不是可能在当场你就要消化 你今天回去你也要复习 对不对 所以大家回去的时候 要再来仔细的看他的这个论文 那他指出 说首先 这个化合物 没错 采取道尔顿的这个想法 是由整数个的原子所组成 但是我们应该接受 亚佛加绝的hypothesis 假说那是一个假说 没有人可以看得到 所以那是一个hypothesis 接受亚佛加绝的假说 换言之也就是 氢的原子量 如果设定为相对原子量 设定为1的话 氢是由两颗氢原子组合而成 也因此氢分子的相对分子量会是2 那你真正在做这些定体积的这些 重量的比例的时候 那你其实是跟2来比较 是一个2的基础 一个分子量为2的一个基础来比较 来得到一些结果 那比如说 一升的氧气跟一升的氢气的这个比例 那现在他们当然他认为 我们要接受亚佛加绝的想法 所以这个氧分子是O2 氢分子是H2 那实验显示的用现代的数据 16比1的话 那代表了这一个 这个比例当然可以把它转换成为2分之32 这个2当然就对应于这一个相对的一个氢分子的量 而氧的话你也是一个双原子的话 那你从这个比例里面就可以推论说 那一颗氧 两颗氧相对的是32的话 那一颗的氧就会是16 而不是我们的这个道尔顿所提出来的那一个量 好 当然我只是拿少数的例子来看 它的推论不要忘了 它是一个大数据 我是一个有机化学家 所以让我用一些有机的化合物物来看 我们刚刚所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碳的原子量相对原子量 我们要如何的去测定呢 如何的去决定 首先我们要了解 在当时已经知道说 carbon dioxide它的相对的分子量是44 当然不要忘了 这个44是以这一个一颗的氢为1 来做一个比对 实际上是跟2 你如果真正实验数值 当然是22比2 这是44比2 就是22比1 不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让我们下个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